早上6點18分 各位觀眾早安 今天一早起來有沒有覺得 哇 又比昨天還要再冷了 現在看一看到外面台北的最新畫面 天氣有一點點陰陰的 甚至還有一點點下毛毛雨 現在台北的天氣怎麼樣呢 帶你一起來掌握了 現在台北的氣溫是只有16度 而下雨機率是60% 今天全台氣溫都是偏低的 主要就是受到這個東北氣候的影響 而最低溫今天早上落在哪裡呢 帶你一起來看到 第一名是蓮江縣馬祖的部分 是只有13.1度 而第二名同樣也是在蓮江是13.7度 第三名通常前三名都是在外島 不過今天第三名是來到了新北市的富貴角 是只有13.8度了 而現在冷冷的為什麼呢 衛星雲圖帶你來看到了 今天的清晨是這波東北氣風 影響最明顯的時候了 整個北台灣的地溫是只有14到16度左右 是屬於整體呢整天都是偏涼的天氣形態 最高溫呢也只有17到19度要特別注意了 而往南一點呢 中部以及花梨也是只有17 18度 南部以及台東是18到20度 整個各地的氣溫呢都是偏低的 不只呢是濕濕涼涼冷冷的 這個濕度也很高 然後帶您呢從這個定量降水預報圖來看了 整個華南運營區冬雨喔 水氣是偏多的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都會有短暫至於這張圖呢 可以看得非常的明顯 而至於在中部以及南部呢 也是稍微的在涵蓋範圍當中 南部平地呢 雲也是比較多的 而水氣多呢 下雨機率呢可能性也會比較高 而到越晚的時候呢 下雨機率呢同樣也有 而比較聚集在北部以及東半部的部分 而在今天凌晨的時候呢 氣象局也針對了部分地區 發布了大雨特標特別注意了 包括這個基隆的北海岸以及宜蘭地區 還有大台北的山區呢 都要特別注意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而過了今天就是周末的放假日了 周六周日呢 這個天氣怎麼樣呢 帶您一起來看到了 明天後天呢 東北季風呢會慢慢的減弱 氣溫呢會稍微的回升 北部跟東部地區呢 地區呢還是會有局部短暫震雨 要特別注意了 而至於中南部的平地呢 也是多元的天氣 而到了禮拜一呢 禮拜一的東北季風呢 會稍稍的增強 稍微的增強 到了下周二 下周三 也就是28 29號的時候 東北季風呢 影響會持續的再擴大 北台灣的氣溫呢 會有下降的趨勢 中南部以及華東早晚呢 也會有涼液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以及中南部的山區呢 一樣也要注意這個局部的短暫震雨 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這幾天的天氣 包括到我下禮拜 都是偏涼偏濕的天氣形態 要出門的話 也要特別注意 加一件保暖的衣物 或者是魚具也要準備好 以上天氣資訊提供給您